謝謝我們主席 今天在座的所有包括成員長跟所有的內閣首長 以及今天的所有的委員跟所有在電視機網路前面的 各位國人同胞大家早安 我想最近大家共同的為了經濟的困頓感到非常的不安 也為了台灣經濟不斷的向下掉感到非常的痛苦 那當然今天是開議日 開議日我們馬上要面對的其實就是提出正式的倒閣 我們為什麼要用這樣的一個手段 來去面對剛剛開議的我們的新的院會新的會期 因為人民已經再也沒有辦法承受這樣的一個痛苦 我們來看看現在芳心慰愛的保吊運動 我們還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可是有另外一種保吊已經開始看到成果 那就是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從一開始預期的 年初預期的有4%的經濟成長率 開始往下掉 掉到從保四變成保三變成保二 現在確定無法保二 開始努力要保一 要保證 可是現在唯一可以確定的 也得到經濟學者共同的通縮 共同的共識的 就是一定可以保掉 保證會向下掉 這就是我們的財經內閣所交出來的成績單 短短一年之內 經濟成長率的預測 可以從4%到希望能夠保護住 不要變成負數 一個完全失去預判能力 完全失去經濟掌舵能力的內閣 能夠不換嗎 我們再看到失業率 失業率在台灣 我們已經照了現在執政者的邏輯 簽了ECFA 我們照現在經濟 我們的執政者的邏輯 進行了各種所謂的經濟的政策 結果我們的失業率 繳出的成績單 是亞洲最高的失業率 主技術公佈7月份的失業率 高達4.31 今年失業率高達12.96 這樣的一個亞洲最差的成績 導致過去 菲律賓的大學生畢業 在台灣當飛勞 可是現在台灣的畢業生 要到澳洲當台勞 我們的月薪只有兩萬二 澳洲的月薪有十二萬九千 更不要說在電價的一個掌握裡面 年初告訴我們 絕對一定要一次漲足 到年終的時候告訴我們分兩段漲 到現在告訴我們說 可以不必漲到明年為止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告訴大家 現在的階段 經濟成保釣 台灣的人民淪為台勞 經濟成保釣 人民成台勞 這個內閣還能不換嗎 我最後要幫陳院長講一句公道話 其實最該換的是我們的總統 可是他還沒有就任一年 根本沒有辦法提起罷免案 所以我們的內閣 必須進行大幅的改組 必須全面撤換 謝謝